吞血开封 魔剑无敌 原来如此 灵霜剑必须要杀人界限后才会变成魔剑 关玉天终于破解了灵霜剑的秘密 愿为只要让灵霜剑见血 灵霜剑就会变成魔剑 他们魔剑一族便能使用魔剑打开生死期宝藏 而在当今世上 只有燕藏风才能够使用灵霜剑 于是关玉天将灵霜剑交给了燕藏风 要燕藏风用灵霜剑杀人 你想要我用灵霜剑杀人 我知道你现在最想杀的人是我 对不对 但我告诉你 我敢把灵霜剑交给你 那就表示我有足够的能力对付你 关玉天认为他的先天刚气天下无敌 即便燕藏风拿到了灵霜剑 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因此他要燕藏风杀了败鱼儿 却丝毫不用担心燕藏风会对他产生威胁 可让关玉天没有想到的是 燕藏风拔出灵霜剑后 竟然打算皮肤汗术 要与他的先天刚气一较高下 关玉天见状哈哈大笑了起来 认为燕藏风这是自不量力 他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破绽 燕藏风看出了关玉天的弱点 于是拿着灵霜剑追杀起了人千行 人千行如今赤手空拳 根本无法使用一剑格式 全身实力只能发挥出五成 反观燕藏风刚刚炼成一指缠功力大增 又有神兵灵霜剑在手 可以发挥出十二分的战力 要杀死一个人千行根本不在话下 燕藏风挥出一道磅礴剑气 打得人千行狼狈不已 彻底将其逼入了死路 爱子星切的关玉天见状 连忙上前替人千行挡下致命一击 随后运起魅力一掌击出 对上了燕藏风的一指缠 殊不知这才是燕藏风的目的 他就是要逼关玉天仓皇出手 从而暴露出先天刚气的破绽 关玉天被燕藏风的一指缠打伤 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带着人千行逃出了驻剑城 燕藏风甚至能够击败关玉天 纯粹是利用了人千行 因此并没有派人追杀 一旁的败鱼儿见大局已定 上前找到了燕藏风道歉 希望燕藏风能够原谅他 可败鱼儿不仅出卖了刘依依 还抓住逍遥狼和无心 最后甚至想要杀了刘依依 这让燕藏风怎么能够原谅他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不想再见到你 请你离开驻剑城 不要逼我对你动手 燕藏风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并没有为难败鱼儿 只是将败鱼儿赶出了驻剑城 殊不知这对败鱼儿来说 比把他千刀万剐更为难受 如今贺连霸已死 海沙宫的旧部也被至尊蒙剿灭 败鱼儿离开驻剑城后根本无处可去 这让败鱼儿心如死灰决定自我了断 谁知这时鸟如神赶到 打落了败鱼儿手中的短剑 鸟如神 我想死 为什么要阻止我 为什么要救我 我连关羽天都打不过 我也对不起藏工 我现在已经无处可去 灭无可立 我活在这个世上 还有什么用呢 不如让我死的算了 不 谁说你没有鸟神之处 你忘了 你是任千行的媳妇 鸟如神告诉败鱼儿 他在名义上是连千行的媳妇 可以重新返回至尊蒙 这是鸟如神下的一步贤旗 要将败鱼儿安插在关羽天的身边 或许在关键时刻 可以给予关羽天致命一击 败鱼儿的义父赫连霸被关羽天所杀 他也想要杀了关羽天报仇 于是同意了鸟如神的方案 可是 我跟关羽天的武功 有无天让之别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杀他 那你就应该提升自己的武功 想办法击垮他 提升自己的武功哪有那么容易 得要有人传授才行 不 你不需要 你不是 已经找到了许多武功秘籍吗 鸟如神提醒败鱼儿 死心门的秘世当中 就有许多失传已久的上乘武功 他要是学会了其中的一两种 武功或许达不到灯风造极 可要成为一流高手 却是不难 败鱼儿认为言之有理 立刻来到了死心门的秘世 寻找起了武功秘籍 迎来了一场属于他的大机缘 荡气时劲 荡气时劲 乃之英智荣之 属于上城爵士的功